我的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每周 360 的时段 现在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车谈的重点新闻 Let's go 第一则新闻 本了这么久 这个消息终于 confirm 了 Kia Malaysia 正式在自己的官网上宣布 Bermas 旗下的子公司 Dynamic Jaya Motors St. Rian Berhad 将会成为这一个韩国品牌 在我国的代理 那这个新代理除了未来会在我国销售 Kia 的新车以外 他还会和Kia 总部合作 双方组成一个合资的公司 前期将会在我国 CKD 三款新车 目前已经确定将会 CKD 的是 Kia Seltos 还有 KIA Kaniho 至于第三款新车就暂时还没有公布 大家希望这个第三款新车是什么车款的 不止如此除了 CKD 以外 Bermas 也将会和 KIA 共同合作 把本地的生产线打造成 KIA 在东南亚的区域制造中心 未来 KIA 也将会透过这个生产线 出口新车到其他的东南亚市场 首先就是这个菲律宾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消息指出说 这个 Bermas 一直在扩建它的 几大洲 Coolim 的厂房 那相信这个扩建就是为了 KIA 而做准备的 那我相信 KIA 会看中 Bermas 的原因 应该就是看见 Mazda 这个品牌 在 Bermas 的带领之下 在我国是发展稳健 而且其实我国的 Mazda 也是有做出口的生意 那相信以 Bermas 在这方面的经验 它是有能力能够把这个韩式品牌 带到另外一个高峰的 而且不止本地同时还能放眼 东南亚这个年销量300万的大饼 你们觉得 KIA 选择 Bermas 这个决定 安还是不安呢? 第二次新闻 这个泰国的 Pickup 销售之王 要来了 根据 Isuzu Malaysia 的宣布 全新一代大换款的 Isuzu D-MAX 将会在 今年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其实讲今年是有点太过官邦了啦 因为它很快就要来了 这一个月 那我国的新一代 D-MAX 将依旧会被 有 1.9L 的 Blue Power 踩入温轮载引擎 以及 3.0L 的踩入温轮载引擎 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两具引擎都有六速自排和六速手排可以选择 在动力表现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列表 引擎是和之前一样啦 但是车子本身就真的是截然不同了 首先它就采用了名为 Dynamic Drive Platform 的全新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是以 980MP 的高刚性钢材打造而成 除了更加坚固以外 它的车重也进一步减轻 让这个车重呢 比上一代的 D-MAX 是足足轻了 20% 那么多 而同时呢 这个车身指数方面相比起上一代的 D-MAX 这个新一代的 D-MAX 也是大了少许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在外观上 这个新一代的 D-MAX 有一种从小鸭子变成天鹅的感觉 它采用了非常年轻化的设计 只能看起来就是很运动化的同时 又很时髦 同时在内装方面呢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除了整体而且更加现代化以外呢 质感看起来也是很不错 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目前 Isuzu Malaysia 已经透露了 这一款新一代的 D-MAX 在我国的预计价格 价钱是介于 8万9千至15万4千令吉之间 这样的价格 买到这一辆帅气的皮卡 同时它又很省油 你们觉得这个定价如何?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另外三款 刚刚在我国推出的新车 首先就是这个最新的 2021 Mazda 6 它是一个改进版 首先它是在这个配备上进行升级 包括多了这个 Wireless的 Apple CarPlay 4.6 吋的这个 直径显示器 19 吋轮圈 重点是这一回 Mazda Malaysia 还为它追加了 Poly Metal Grey 水泥灰的这个配色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帅很多 同时呢 在内装方面 顶级版还会导入红色的内装 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 那这个升级版的 Mazda 6 在我国的售价是这样子 你们觉得这个定价如何呢? 它其实算是目前我国最便宜的 D-Segment 房车 卖嘛老板们 接下来就是这个号称 地表最强 2.0 的 Mercedes AMG A45s 以及 CLA 45s 了 在这个限量推出的 Edition 1 版本卖完了以后呢 如今 Mercedes-Benz Malaysia 就宣布了这个 所谓的更新版的 A45 以及 CLA 45 首先在这个先辈版的 A45s 身上呢 它主要是少了全景天窗 同时后侧两方呢 是多了这个 2 具 Airbag 也让这个气囊的总数达到了 9 个那么多 至于在 CLA 45s 身上呢 则是多了彩色抬头显示器 以及同样在后方两侧是多了 2 个 Airbag 同样总数也是 9 个 Airbag 那么多 至于在其余部分呢 则是维持之前的配置 包括战斗格十足的 AMG 空力套件 以及 421ps 500 Nm 的高功率 2.0 涡轮引擎 都是和我之前是一样的 而在售价方面呢 这一回这个 A45s 是便宜了 5,000 令吉 至于我国的 CLA 45s 呢 则是起价了接近 2 万块 那么多 这样的价钱买一台入门的 AMG 你们会买吗? 接下来就是最霸气的新一代 Ross-Royce Ghost 那这款号称史上最先进的老师来师啊 如今它的实车终于来到我国了 这个新一代的 Ghost 在外形上是采用了极简化的设计来打造 整个看起来可以说是年轻化了许多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 fancy fancy 的地方 像是会发光的这个水箱护照设计 还有里面那个全新的星光示板 是用100 多颗的 LED 打造而成哦 只是一个示板而已嘞 当然 Ross-Royce 招牌的新宫廷也同样出现在这台车身上 而且它还多了流星的效果 哇 坐在这车里面每天都可以陪你去看流星雨 那这一款以最新全铝合金平台打造的 V12 Twin Turbo 入门老师来师房车在我国卖多少钱呢? 145 万令吉起跳 朋友们 那目前这个新一代的 Ghost 时车是已经在我国 Ross-Royce 的展示厅了 想要看车的朋友们记得带上我 接下来这则新闻 手机界的性价比之王小米确认造车 其实这个消息之前已经摇穿了很多次 而且小米的创办人雷军本身呢 对于公路器之间也是很有兴趣 甚至在多年以前他曾经拜访过这个 Tesla 的创办人 Elon Musk 甚至还试驾了当时的这个 Tesla Model S 不只如此雷军本身也曾经出钱投资过两家中国的新能源自主汽车品牌 分别是蔚来汽车以及小鹏汽车 而这一回雷军就决定自己来 那根据小米所发表的公告 他们将会成立一家子公司专门负责智能汽车的业务 一开始将会投入100亿的人民币 而在未来10年内所注入的总投资额将会达到100亿美金 有钱真好 那讲到这个造车计划呢 据了解小米将会和中国的长城汽车商讨合作 在这一项合作之下 他将会使用长城在中国的其中一家造车厂 来开发一款以大众为先的新车 那这款新车最快在2023年就会登场 那相信这个Mika Ultra 到时会和这个小米手机一样啦 就是主打高性价比和高性能 如果可以比这个Tesla型的便宜一半的话 哇那就好咯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来这一项新闻是什么呢 又是AMG 那Mercedes AMG在上个礼拜就正式展出了 他们最新的这个AMG Hybrid混动系统 这个Hybrid能够和AMG的4Matic Plus 高性能全区系统结合运作 并且拥有高达201hp 以及320Nm的输出功率 很厉害一下哦 不过重点还是在 这个AMG Hybrid 将会出现在新一代的AMG C63身上 搭配什么引擎呢 代号M139的2.0涡轮增压 也就是目前使用在A45身上的那一具引擎 这具416hp的2.0 turbo已经是很强了 但是来到新一代的C63身上 马力会进一步提升至442hp 而在结合了这个AMG Hybrid 以后呢 新一代的C63 在马力方面有望达到一个650hp的境界 至于峰值扭率呢 更可能高达900Nm 哇900Nm 这个数据也不要讲吊打同级对手 已经是接近Supercar的level了 Win了咯 只不过这也意味着 未来又少了一款使用V型引擎的AMG车款了 不知道你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改变吗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每周366的所有重点新闻 就不知道这一些新闻当中有没有你心仪看重的车款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记得哦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by bwd6 by bwd6